今天可以收到東京咖哩的邀請來到這裡 真的 而且其實我們知道國藝是來自料理家庭 是你的媽媽還有誰 我的媽媽跟姐姐 都是廚師 都是 對 那你有師承他們嗎 我很會吃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 而且之前也演過跟戲劇有關的 這個吃有關的這個廚師有關的戲劇 那其實呢 就是姐姐媽媽應該在 比如說戲劇的指導啊 平常內食啊 都有跟你有做很多的分享嗎 因為 就如同剛剛前面說的 媽媽跟姐姐是廚師 所以從小在家裡我幾乎是沒有動手的餘地 那因為前一陣子剛好有一部戲劇的關係 我跟那部戲當中演一個天才廚師 所以必須要真的很很很 花了非常多時間下去練習 不管是刀工啊 或是烹煮之類的 那 不敢說自己現在煮得很好 但至少 我記得師傅跟我說過一句話 你要做出美味的料理 前提是你要懂得什麼叫做好吃的料理 所以我敢說現在其實自己是蠻會吃的 好客啦 對 對 對 OK 那其實呢 今天來到這裡 剛剛除了剛剛你比較多之前拍我們這個跟廚師有關的戲劇啦 那最近的近況好像你也就是有一齣戲 然後最近創了很棒的家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非常謝謝 外面的人有看我和我十七歲吧 有 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這部戲目前都還在拍攝當中 那每天也都很享受在拍戲的過程 這部戲對我來說是一個自己一直以來都很想要參與的戲劇類型 那自己也百分之百的投入在當中 那現在已經播到了中尾聲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隨便我們 嗯 沒錯 當然當然 其實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國藝在戲劇上亮眼的表現 那麼這一次呢很開心可以邀請你來到ChocoCarry東京咖哩 那跟局地社長呢一起來研發這一次的新品 那其實呢你在這個推出的初期 籌備的階段其實你就有參與研發嘛 對 那你當初在試吃的時候 或是在研發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試吃的那一天 還有我們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研究的那一天 那天剛好我一整天都在拍戲 那晚餐也吃過了 那就到了萬眾室大家一起去研究 我原本以為我自己吃不下了 然後很熱情的就端出了很多料理來給我吃 結果我居然全部把它吃光了 真的喔這麼美味 對 因為我原本覺得自己 我已經飽到一個程度了 後來我才發現 東京咖哩特別不一樣 就是特別的濃郁 而且你在吃的時候 你可以很感覺得到 就像剛剛前面說的 你在吃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 它是用很多樣的食材一起下去 經過長時間的熬煮 而且你在吃的時候 也可以吃到它出菜的那個鮮甜 這是一般平常 自己在家裡做是 我個人認為是有難度 做不太出來的一個味道 嗯 就是真的是大廚師 這種一齊零星級的咖哩 你可以感覺出來 就不敢做任何事情 不一定要多聰明多厲害 但是你決心投入 不管是在演戲 不管是在料理上面 我相信看的觀眾 跟吃的人都會感覺得出來 這是我吃東京咖哩感覺到的 就是每一口都可以感受得到主廚的用心 對 對 那你在試吃完當天呢 跟我們所有的團隊 就是一起研究之後 你在試吃完有沒有 欸 靈機一線啊 比如說 欸我覺得這樣加會更好吃喔 你自己個人的意見有加入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喜歡吃一點微微的辣 然後加上這一次我們新推出的菜策 它希望有大人成熟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在吃的時候 我保留了它的原本的甜味 原本的鹹度 我希望可以再提升10% 20%左右的辣度 那經過團隊的一起討論之後 就決定出這道料理了 所以這道料理 它另外還加了一些神秘的 神秘的 國藝版的 屬於我的味道 對 這樣聽起來 我本身都快要融化 你看到笑成這樣 我的味道好像怪怪的 OK 那當然今天呢 大家稍後都會有機會 可以來品嘗到 這一次國論的一起參與 研發TOKYO CURRY的新品 那當然我們也都很期待啊 當然是先試吃之前 你要看一下它長怎麼樣嘛 對不對 沒錯 OK好 那我們就要再次的歡迎到GP社長 夏天來臨的同時呢 可以更刺激大家的食慾 而且呢 也是食用來自美國的牛肉 燉煮到非常的軟爛 光是用聽的 大家也沒有想說 怎麼這麼好吃 聞到味道也是非常的香 現在是下午茶時間 等一下國藝可以吃滑稽晚飯了 真的 超好吃的 那我們是不是社長跟國藝 一起來將我們的這個小騎子 來自TOKYO CURRY小騎子 也插在我們的咖哩飯上頭 好 一樣也是要看一下我們的前方喔 來兩位一起來看上中間 國藝看中間一下 這邊 幫我比一下那個 插一下那個 插一下那個 插一下那個旗子 對 用右手嘛 TOKYO CURRY 東京咖哩 全新開出的新品 好 而且呢 國藝親自的跟社長 一起參與 連搭 跟整個東京咖哩的團隊一起 那 待會呢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一起來品嘗到 東京咖哩 新品的美味 這邊再一張 來我們看上中間 好 謝謝 OK 來左左邊再一下下好嗎 來左邊 好 媒體朋友 我們粉絲朋友瘋狂在招手 等一下會有很多時間讓你們拍 來右左邊 這邊 再一下下 好 先給我一下 先給我一下 來 這邊中間一張 好 OK好 中間 好 來我們再看一下 從右手邊開始看齊 好了 右邊 左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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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微轉一點 來往左轉一點 好 再稍微轉一點 我們要照顧到我們現成媒體的朋友 好 好 中間 左四十五褲腳 好 來 再往左六十 來 來 中間 好 謝謝 好 好 我一直在換一個動作好不好 好 超棒的東京咖哩 加入了國藝的新森水 他的味道 再高一點 來這邊 那待會就要跟大家來揭曉我們這次新品 國藝他有參與命名喔 什麼名稱呢 等一下就要跟大家來揭曉 來 中間 來左手邊 等一下國藝也要再看一下我們的粉絲們 來 來 再左邊一點點 哇 好帥氣 OK 好 可以嗎 這樣拍得到嗎 可以了 好 來 右手邊 好 好 來 眼神在中間 OK 來 右邊 中間 再往前一些些 好 那個要斜一點點 那個我才拍得到看 好 我們要一起來倒數 Counter from 3 to 1 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倒數喔 3 國藝 等一下 你幫我把那個牌子上下 好 可以可以可以 3 2 1 從頭可以 東京咖哩 我們的新品叫 大人用新口農咖哩 帶有一些些的辛香料的口感 來 再加上香料的口感 來 再加上香料的口感 來 再加上香料的味道 而且是與我們的Judy社長 一起來參與的研發 各位可以感受到肉質料的軟嫩之外 帶有相當多的蔬菜 使用大量的辛菜 另外再加上辛香感 在夏季來使用非常的適合 因為可以感受到它濃郁的口感 好 我們看向中間 左手邊 來 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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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中間好需要嗎 來 最後一看中間 好 OK 謝謝 OK Thank you 謝謝聖長 謝謝 我們也請工作人員我們收下 我們的命運單 嘿 國藝 好 今天呢 我們的場外呢 來了非常多粉絲朋友 是不是要照顧一下他們 不用照顧嗎 謝謝 謝謝